到现在二十年了 快五百场全世界 有八十万观众 有经过四十所高校 有大批的学生观众 反应非常热烈 我觉得我这个选的这个是对了 因不忍见昆曲示威 作家白鑫勇决心做一出戏 已传承经典 2004年 白鑫勇联合两岸文化及戏曲界精英 联手创作的昆曲大戏 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 2024年3月 该戏原班人马回到台湾 举办二十周年庆演 依然吸引着新老观众 又一次引发热潮 我在想说 能不能借着这首戏 让我们的这个青年 重新来认识我们自己的传统的美 传统里边的情感之深 比如这个牡丹亭本身 它就是歌颂青春 歌颂爱情 歌颂生命的这首戏 所以它是普世的 要为昆曲注入新的生机 白鲜勇认为 在培养青年演员传承记忆的同时 培养青年观众尤为重要 把他们拉回戏院 重新欣赏与亲近本民族灿烂文化 他选中了牡丹亭 在晚明到清朝中叶的时候 它是当年的国剧 它有辉煌的历史的 它两百多年独霸中国剧团的 这么一个 它是深入民间的 影响很大的 它是有百戏之主之称 昆曲是中国表演艺术中 美学成就最高的一个 白鲜勇介绍 当时挑选的演员 都是二十岁出头年轻靓丽的 并且舞美设计 要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观 才能让青年观众接受 我们有个原则 我们尊重传统 而不英雄传统 我们利用现代 而不滥用现代 所以我们把现代舞台的元素 我们的灯光 我们的服装 我们的舞美 甚至我们编剧本的 这一套东西 合乎现代审美观的 很谨慎地把它注入进去 我们在编剧的时候 我们说只删不改 登高一呼 白鲜勇获得了众多台湾文化艺术界人士 热情支持 汇集成一支顶尖的团队 全都不计报酬做事 白鲜勇说 大家都是热爱昆渠 有抢救文化的使命感在心里 我说我是义工大队长 后面一群 一个义工大队 他们都是顶尖的 在台湾 像董扬之 他替我们写了好多书法 他一个字就不得了 西松替我们画画 他也是那么有名的人 王童是大导演 他替我们设计服装 文学界 学界 艺术界 都是到顶的一批人 我有个信念 一流的人才 才会做出一流的作品 二十年来 青春版牡丹亭不仅手眼轰动 多年以来所到之处 都在青年观众中引发昆渠热潮 经年布剑 我到美国 先是西岸 加州大学 四个校区 演下来 演一个月 轰动极了 十二场 场场满的 而且那些 大概是百分之六十以上 都是非亚裔的 非华裔的观众 他们的反应 比在国内还要热烈 站起来 喝彩十几分钟 白信勇认为 欣赏和学习西方文化 但不能抛掉自己的文化根基 他坚持昆渠进校园 在北京大学 台湾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都开设昆渠课程 就是为了让学生们知道 原来我们有这么了不起的表演艺术 我们在伦敦演完的时候 有三个留学生 一个女孩子从北京来的 一个女孩子从香港来的 一个男孩子是从台湾去的 三个人 连那个男孩子一起 眼眶红红的 刚刚哭过 他们在异国 看到自己的文化 在异国的舞台上 大放光彩 深深感动 他们不同背景的三个 但是都是中华民族 所以我在想说 这个新闻国在天 挑起了 感动了 尤其青年观众 文化的DNA 白鲜勇回忆一路走来的20年 对各界人士的付出与支持 念资再资 一出戏启动昆渠复兴 白鲜勇撒下的种子 在两岸年轻人心中滋长 他说 除了昆渠 两岸及港澳 在共同传承 弘扬传统文化方面 还大有可为 相互交流非常重要